應該怎麼做 你看一進來之後 在這邊對不對 但是你先看 我們先上左上角 這裡 它這裡有一個叫做Extension Sins Sins一般我們中文就翻作布景主題 你預設進來之後呢 它是好像是一個還兩個 可是它還有一個免費的你可以加進來 你往下走 我記得有一個免費的 這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這裡還有布景主題 反正看到錢的你就不用按 我知道你也不會按 就只有這些 我就從這裡加進來 那它就會從它網站上把這個部分 這個布景主題放到你的電腦裡面 因為這是單機版的 這是單機版的 所以 好 它就這樣這樣 好關掉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這裡是變垃圾桶的 這樣你就多一個布景主題 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多一個的話 你就是到那邊 好 剛剛在這裡 這個地方 擴充工具跟所謂布景主題這裡 現在呢 你看 預設是不是有一頁了 如果你想要 我覺得 這一頁 這個地方 我先增加好了 我先增加好了 我從右下角這裡 這一次有一個增加 好 我把它按一下 也沒有很多內建的可以跑出來 這裡有布景主題 這是全部的齁 我就先按全部就好 你看 一般 選單 有選單的 有 首頁的 對不對 intro就是介紹嘛 首頁的 你再往下走 有沒有發現 排版都好了 你要幹嘛 選它而已嘛 換成你要的圖片 slide就是我們剛剛有沒有 slide就是 投影片播放的 gary是什麼 異狼啊 因為這裡面 你不覺得剛剛同學都有用這些嗎 再往下走 欸 如果你需要一些圖文的 有沒有一些圖文的 這樣都看到了齁 這樣你知道為什麼說 同學不會做網頁也沒關係的嗎 欸 那如果你要YouTube的 或者是一些媒體的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這裡也有 那如果你是屬於文章的 那文章就看你是要文章 文字為主 還是圖文的 有沒有這裡就有很多不一樣 這樣了解的 所以 我們先從第一個啦齁 如果你覺得第一頁 你就不滿意的 你就來編輯 有沒有編輯style 你就按一下 剛剛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你可以設定的 比較多一點 這些顏色 這些顏色都可以改啊 這些樣式都可以改啊 這些樣式都可以改啊 你看標題 欸 剛剛不是有人說要改字型嗎 好像這裡 times or man應該有吧 應該那應該是蠻標準的字啊 沒有齁 我看一下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標題 沒有那個字型 沒有那個字型喔 因為我覺得它應該是蠻常見的 好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齁 第一個 整頁的你可以從這邊編輯 那麼 上面這一塊呢 選單 你也可以編輯 你看 要不要把logo秀出來 這裡 logo要不要秀出來 你們網站標題 brand name 有沒有 要不要秀出來 要不要顯示按鈕 要不要顯示這個按鈕 是不是都有了 嘿 所以 字的大小 這裡也可以調整 好 字的大小 然後呢 字的顏色都可以調 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夠大 我們就大一點點 有沒有馬上就變了 好 那 像這樣子 顏色 這我就不改了 然後中間這個區塊也可以改 有沒有背景圖 點一下 現在大家都一樣 怕你不知道找什麼好 都內建圖庫搜尋功能 你可以找自己電腦的 有沒有 也可以找線上它本身幫你內建好圖庫 或者是你這個網站裡面 已經有用到的圖片 別的網頁 就另外一頁有用到的 你可以從這邊找 假設我想要找這個 你就點一下 OK 有沒有風格就變了 所以說 找圖片很重要吧 這個 顏色會擋到的 怎麼辦 來這邊 Color 跟它換一下 換個顏色 不管這樣不行 是不是比較 它有比較方便的功能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你可以先稍微嘗試看 點到它 一樣的 自左自中自右 你可以自己調整 點到這裡 黑色的 這樣會看得比較清楚 好 如果這個按鈕不需要怎麼辦 按鈕 點了之後 可不可以做超連結 可以嗎 但是如果你不需要按鈕 請來這裡 有沒有發現 要不要秀 按鈕 對不對 甚至 這個字 要不要秀 title不要秀 這個字 文字 不要秀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它的靈活性 是不是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 我一張圖 就代表一切了 這裡通通把我審下來 A樓 哪一個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 往下的 所以如果說你下面沒有內容了 那當然這個就可以不用秀出來 對不對 這樣OK嗎 我們可以馬上預覽一下 在上面這裡 小圖 小的螢幕 大一點的 變老的 這樣你們看得比較清楚了 是不是大家都一樣的方法 可是它在這個製作上就相對比較靈活 你看選單就變這一種 有沒有 選單就變這種 因為我現在裡面內容不多啦 所以你會覺得說 看起來這樣就比較空洞一點 就比較空洞 所以我把剛剛那個 文字啦 標題啦 文字啦 按鈕我先秀出來一下 你再預覽一下 比較容易看到到底文字的 跟按鈕的變化 這樣可以嗎 給你先試看看好不好 一頁 等一下我們再來把其他內容加進來 我們還是可以進去 我們來炒燥 我們來炒燥 那些東西 去了 有馬燥 射撥